我們這個工程是以郁阿密的工法來做我們的陸體的一個基礎 那所以呢在郁阿密的這個過程呢 因為我們的陸基的基底他是比較軟弱的一個土層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所以我們克服了非常多的一個困難 各個機關的溝通協調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跟廠商還有跟主辦機關這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很開心就是在第五屆的公共工程的一個優質獎呢 我們能夠得到特優那也很謝謝各位評審委員的一個肯定 最主要的特色是他有兩個一個轉彎 就是說還有要考慮到一個生態環境 一個陸穴的一個路徑經過刑警 這些都是我們在一個施工過程要考慮的 那這個也是因為這次獲獎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原本數 他的設計採用低衝擊開發的一個模式 我們都是用高壓透水混離土磚 來造就一個海綿城市 跟以往不同 因為以往都是鋼筋模板混離土 導致我們的一些排水系統 遇到百年豪大雨的時候 水沒辦法有效的滲透 也算是對我們工作人員的一個肯定 因為地震局在台南市政府長久以來 對於區段徵收跟土地開發 非常的用心 那也是因為也有找到好的工作團隊 所以說也是很非常謝謝那個台南市政府辦這個活動 特別的地方是在於我們做了兩座制紅池 來吸納這附近地表的淨流 讓這邊不會淹水 那並且也建置了一座抽水站 很高興這個工程除了獲得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的優質獎之外 我們也在去年的時候 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來到我們現場做不預警的工程查核 也榮獲甲等的殊榮 那麼在今年112年 我們也同時獲得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第17屆優良公共工程的金安獎 市長對公共工程的品質非常重視 所以說在這五年當中裡面我們的見數是越來越多 尤其去年是在25屆 今年已經增加到41屆 有獎項就會有誘因就會有好的 包括設計公司包括營造廠商來進行 那對整個設計公司裡面來講的話 他整個以後將來他來參與我們的評選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價分 對營造廠商來講的話 他如果假設得到特優的話 他有兩年的包括他的押標金 有投標時候的押標金 跟履約過程的履約保證金 以及他完工以後的一個保固保證金 都可以獲得減半 所以說以後他對他整個投標的一個負擔 就會比較小一點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今天是第五屆台南市的 公共工程品質的金質獎 還有優質獎 從我當市長以後第一屆開始舉辦 目的是要為了提升台南的公共工程品質 因為只要能夠獲得我們的肯定以後 另外也是鼓勵 所以將來再投標我們台南其他的公共工程的時候 他能獲得一些優惠 同時如果能夠全面提升我們的公共工程品質的話 那將來不管在全國性的品品 或是投標到其他縣市的公共工程 都會獲得比較好的這個結果 另外市民也得利 因為公共工程品質提高 市民就享受更好的工程服務 那對廠商對市民對市府都是好 這是一舉三得 2024台灣燈會在台南 2月3日到3月10日 邀您一起來台南閃燈 這台歐市就是日本第一款型艦艦 也是世界第一台高速鐵路列車 在空空四年在各地行政機関來台灣 作為炭鐵路線 檢測鐵路上廣州 在這行任務的時候 一些炭鐵電池會存出車體 再參加日本意志的插鐵 所以請做花魁車 那基本上我們花魁車 是因為我們當時日本送過來的時候 這個名字是由他們日本廠商去訂的 那因為日本是他們江戶時代藝劑的一個 算是他們的一個髮毯 然後髮毯基本上是在頭圍的部分 輻射出去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列車 這個當時的這些檢查限界的探針 它也是像在車廂周圍 這個輻射出去的探針 看起來很像這個藝劑的髮毯 所以說當時日本的廠商 就把這個名字訂名為花魁車 所以說我們當時接受了這個 他們在於我們這個車子的時候 那也瞭解了這樣子的一個歷史 我們就一樣把這個名字就存留下來 做為整個的一個我們花魁車的保存 跟地景公園的一個名稱這樣 花魁車極下個體 台南戰爭的地景公園 經過兩黨的變形設計 正式在黨桌之間 古板聖代政策開運電力 1 2 1 請剪載 花魁車 花魁車也是可以促進 台字之間的軌道外交 那我們有100年的台鐵 做了一些台字之間的軌道外交 那我們的台灣高鐵跟新幹線 一樣可以來進行這個軌道的外交 這個雙鐵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兩國之間 非常好的交流項目 讓台灣的花魁車地景公園 能夠成為在日本本土之外 繼英國之後 第二個公開展示的 新幹線領袭列車的國家 未來 我們希望花魁車地景公園 不只成為台南的新地標 新景點 更是象徵 台日鐵道情影 傳播鐵道文化的重要據點 歡迎各界的好朋友 何處兵 經常來到這裡 一起真實感受 台灣高鐵的過去與未來 民族全國為一台花魁車 攝離台南 市長為鐵道代表市民 表達感謝 馬共町長北哈美尼 台灣典會 享受這個觀光新的焦點 地方政府我們一定全力 來配合優化周邊的設施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 再過四十幾天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 台灣燈會的 這個 會場 就在我們 沙輪園區 那每輪每換的台灣燈會 白天可以看 這個 零系列列車 晚上可以看 台灣燈會 真是美不成熟 歡迎大家一定要來台南 祝福大家謝謝 花魁車 帝京工夫 開營以後 剛才新聞民眾聯繫 各所替路科技的北台 也都是台灣 各所替德文化 主三保存的目標 但新聞官集和喬方才會分布的 對 大南傳統市場當中 本來都有很多 我們眾的美食 絕對是 學家團員不可以省快 今年是 佛家市場所推出的 你才做好 只要到台南便利送的網站 在當景色來自學家 郵政 開館 京華 當菜市 以及西港 定期的 你才做好 我當何明 仍有村 仍有麻衣 就是保健 無窍收單 其中文貴 馬青族推薦 列出 五千元飯店的菜市 請大家 百幾回五點 許許多多連菜中間 台南市的連菜 你一定 路過走過 千萬不要做 錯過了 因為第一個 它的價格非常非常的親民 第二個 它還包送到家 第三個 它還有推出素食的年菜 所以吃素的朋友們有福了 價格便宜多便宜呢 1388 1688 1988 那這個包送到家 只要你在台南市 我們就送到家 第三個 素食年菜 很多朋友說說 你們年菜大魚大肉 雞鴨魚肉的 但是吃素的朋友 我們有非常好的 這個素食年菜 可以讓你挑選 大家知道 很多台南的美食 都在 都在我們很多市集之間 或是攤飯之間 攤位之間 那所以說 很多市場的名菜 那如果把它年菜化 能夠吃在一起 你絕對是有口福的 所以台南真幸福 來吃台南的年菜 也很幸福 歡迎大家來訂購 建華球表示 目前由大南市場 所推出的年菜組合 實在不僅新鮮 也僅過的減價 食品安全把關 而且幾乎 還有加碼 有兩部提倦五頂的價格 第一部 在立委里里 大概有一個 跟五個的寒流合康 第二部 就是在立委里里 像寒流優惠的組合 都有五個 所以有興趣的名字 千萬不要吃過 等於新聞 君吉何喬芳 蔡宏博的 由台南市百問塞主會 林伯群會中 剩下百問塞主會 會完一起種優惠 在這裡後 將會來到英工區的英姓國秀 並客人英姓國秀的家庭會 共同鄉營辦 為愛心關照 並準備了聖誕 完望各位的禮物 要來發送 給英姓的小朋友 讓提到心中 夢想的禮物的發生 都感覺到 非常歡喜和感恩 冤枉禮物是什麼 羽毛球 拿到羽毛球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冤枉禮物是什麼 籃球 籃球 那今天拿到籃球 我們很開心 對 很開心 拜問塞主會林伯群會中 免得客人 要腳踏實地 救下最前 不要放棄追求夢想 他也希望 就由這個 炮爭營業的機會 造成這個聖誕王萬價位 讓小朋友感受到社會上的溫暖和關愛 這個活動 其實也不是說 要來送禮物給你們 但是希望說 讓你們知道說 在社會上 有很多叔叔阿姨 對你們的成長 都是 很在關注很在關心 那也希望說 在你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由我們這些叔叔阿姨 給你們的關懷 能讓你們在求學的路途上 在你們的成長路上 多了一份溫暖 那你們可以好好的 向上學習 第十專區主席 許惟傑 也五個小孩 要努力學習 將來要做一個 秋生上海人 會整個社會 我希望小朋友 可以記取我們這一次 支持會 給你們的一些幫助 還有一些鼓勵 而後 如果說你們也有機會 也有能力 我也希望各位小朋友 能做一個 手心向下的人 今天非常高興 那個 藉我們 那個博群會長 我們十專 我們學徒師的光采 來到我們永信 可以叫我們家小朋友 做一個互動 我看你們都那個 越來越可愛 越來越可愛 圓夢送暖的時機來辦理 在這樣的天氣下 我相信 這個小朋友 應該要秉持著一個 這個感恩的心 我們要感謝這些 叔叔阿姨 願意來回饋社會 幫忙做這些事 讓各位小朋友 把您的夢想能夠達成 雖然一份秀的願望 但團達出是小朋友的苦夢 幫忙西主席也希望 這齣的願望各位 可以讓愛的經濟 可以在小朋友的心靈當中 受到計劃 正在散步到社會 各國交流 也讓小朋友 知道社會有愛 並且要團達出去 林博群會長 也希望有很多 有靈力的人 做會來關心小朋友 讓小朋友 記者中秀儀 裁縫不得 我叫孟淺 我是今天台南市家長 聯合會的理事長 那我今天來就是要 告訴你們蝦捲的由來 跟他製作的一個過程 是龍教友老師在台上 向李林國社美術版的學生 感慨核光的由來 都是知道核光如何製作 不過最重要的是 要觀察 煮料的核光話題 裡面有蝦仁 蝦仁 蔥 還有陶雞 米蘇班老師 適用油菜蓋火套 要把核光變成實物模型 從外面的皮 到裡面的核光 藏了點點 完成後的作品 跟這個核光放在核 是這麼小型 想要就是 將這個東西 發源的特別的 跟真的食物很相似 然後 讓大家知道 台南的美食是 多麼的美妙 那這一次不僅就是 我們手作的 創意的一個蝦捲模型 我們孩子也品味到 一個真實的一個蝦捲 真的是真真假假分不清 但是都是非常的美味 客廳用理解是夠油 和是都夠油 經嫁核筆筆登 好點客廳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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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客人在平常傳統 小吃的東西 也可以了解 加鄉美的歷史 那立仁國小是全球最酷的小學 因為有塔羅 美食還有古蹟文化 歷史還有我們的德慶熙 都在立仁國小做招 我們希望能夠把最酷的小學 在立仁的這個部分 把它納入我們的校定課程 校長表示 未來會把這些美食技術品 提供給店家做行銷支援 當時也要向台南在地美食 透過這些的技術品 向各地友好來分享 台南新聞綜合報道 這年六十三歲的歐乎乎乎 在家裡人的北斗 在今年十二月份 才剛完成縮乳的秋雪 歐乎乎乎表示 在今年開始 發生堅情的生疼 倒下來的時候 小悶 充滿會疼 以前吃餅的女房 是倒餅的一月大 在做完縮乳的秋雪 才讓他幾個人輕鬆住宅 從去年開始就是肩頸跟胸部這邊會痛 然後我不能平躺 我躺的話 平躺的話我會胸悶胸痛 然後我就是今年年初 吳玉中去發現 我右邊的乳房比左邊的乳房 大差不多一倍大 然後所以我就來找唐醫師唐主任 盧氏重複抬頭挺胸 以前就是駝背 真的是要駝背 就是要鼓鼓 我真的很痛苦 我現在覺得很便宰 走路都是抬頭挺胸 然後盧氏重複 就好像院長說的這樣子 兩個重擔者在肩上就把它放下來 台南市立阿南病院 美容醫學中心的主任唐慧君標師 其實據如有很多不方便 包括身體的負擔 運動的放動 內衣不好買 定性多困擾 不過做縮乳的秋雪 最重要的要注意血腫的問題 聚乳症它會造成患者很大的 生活上的不方便 比如說他一直覺得胸前的負擔很重 甚至躺下來的時候覺得呼吸有點喘 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那還有就是他會因為長期沉重的負擔 所以他的頸部 然後背部 肩部都會覺得很痛 那另外一個就是生活上很不方便 跑步的時候 他會覺得晃動得很厲害 對於身體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還有他內衣很不好買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人家有意無意的玩笑話 指指點點 這些東西都會造成很大的生活上的困擾 要注意的就是說 自己有沒有凝血方面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有沒有在吃一些抗凝血的藥物 那如果說我們慢性病 譬如說有糖尿病或是高血壓的患者 那他在藥物裡面常常會有 加上這個Aspirin就是搏擊這個藥 然後幫助他的血液比較不容易凝固 來預防這個心肌梗塞的問題 或是腦中風的問題 那像這個東西 手術之前就是需要停掉 那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保健食品 像是納豆紅麴 它是一個非常強的抗凝血劑 那這個東西在手術之前也不能吃 那還有什麼呢 像魚油 像是大蒜精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影響 那甚至有一些像鈣片 那鈣片因為有一種 有一些鈣片它的組合有很多不一樣 有些是葡萄糖鈣 有些是藻酸鈣 有一些是檸檬酸鈣 那像這些不同的東西 它都可能會對 凝血造成大大小小不同的影響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因為每一種健康食品 它的成分還有複形劑都不一樣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大概手術之前 一到兩個禮拜就先停 除了核精的問題 另外因為鈣棒是致命的器官 裡面有很多乳腺的組織 在做縮乳的秋雪 除了要切掉部分的乳腺 甚至要做對合 讓乳管能夠連接口乳頭 不過切斷的部分 有的無法再分泌乳汁 因此疑似標示 在做完所有乳的秋雪 並不建議產後的哺乳 當然希望您跟蔡宏波德 明槍起跑之後 穿著恐龍裝的跑者就拔腿狂奔 有的把褲管捲起來 可以跑得更快 有的用手把頭固定 減少搖擺和阻力各出其招 自己本身是田徑選手 然後也是田徑教練 然後我想說可以來玩一下 把那個看得到的地方拉下去一點 會會 所以我特別把褲管拉高一點 從一個月就開始穿恐龍裝練習了 我都會到體育場練習 實際穿恐龍裝練習 最後快到終點了 選手們努力衝刺 每隻恐龍都變成歪頭邪腦的 但還是能夠直直的往前衝 可愛又好笑 到了終點之後 選手們趕緊把恐龍裝脫下來透透氣 其中一位跑者 竟然是高雄市運發局局長 一趟跑下來也是氣喘吁吁 跟平常跑步真的差非常多 因為非常熱 在裡面非常悶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經驗 那如果沒有穿過的話 也呼籲大家 鼓勵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試試看 除了恐龍變裝競速賽超級吸睛之外 3.5公里的休閒組也有驚人的裝扮 有的裝扮成天使 有的裝扮成江南四大財子 還有人扮成騎著赤兔馬手拿大刀的關公 都非常用心 我是員外他們是財子 然後我們是那個跆拳道館的 在橋頭那邊的跆拳道館 所以花了不少製裝費 是啊 對啊 當然我們家長也很支持我們 讓孩子們一起來參加 我們帶有高雄龍總心肌梗塞學會 我們帶有四五十人來報名參加 跑完感覺怎麼樣 很不錯 很健康 原本只是想要買給小朋友的 然後剛好我們教會是福氣教會 所以我們就辦天使 滿涼爽的 因為翅膀可以揮動 為了讓民眾享受跑馬拉松的熱鬧氣氛 市府運發局特別規劃了恐龍變裝競速賽 以及休閒組的創意變裝秀 希望藉此養成親子運動的好習慣 恐龍裝的這個造型 跑步 我們希望能夠帶給這個城市 更多的歡樂 更多的創意 那也希望明年恐龍能夠多一點 因為明年是龍年 所以我們希望用恐龍裝的馬拉松競賽 我看這幾個都跑得非常的好 我們明年擴大辦理的話 希望能夠募集五百隻以上的恐龍 一起來跑步 國家體育場上上演爆笑的恐龍侏羅技 一百多隻恐龍競速狂奔 成為高雄富方馬拉松賽事中有趣的畫面 記者蘇冠君賴昌邦高雄報導 下一個步驟是記得延伸 往上面延伸 兩側稍微平一點的線條延伸 中俄區壽德里日前舉辦殘繞化課程 在美國殘繞化協會認證的專業師之帶領下 與長輩們一同專注且放鬆並進入類似於冥想的狀態 壽德里長張中正表示 課程帶領長輩們運用手部肌肉來執行細微操作 並提升學員們的專注力及腦力 最近幾年喔 因為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在很多 就很多的地方都在很在推動殘繞化 因為我發覺殘繞化 不但是這個小孩子 年紀大的人 然後都很喜歡這樣的一個畫 他不但畫得很好看 而且對於他在畫的時候 對自己的身心都有很好的 陶冶的讓情緒變好的一個功能 發覺他們畫殘繞化的時候 雖然說老師會準備一些固定的圖案 來做給他們做一個指導 因為以他們的年紀來說 你要他們自己憑空創作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最主要是說針對他們的 他們在畫的當中來講的話 他不但他的手可以做這個用力 跟使用手的力量 然後做一個很好的訓練 然後在腦部 然後在學習 然後還有在眼神 還有在精神集中方面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多方面的訓練 所以對他們的身體有相當大的好處 瘦德里殘繞化課程 不只提升長輩們的手部肌肉及腦力 還建立了長輩們對於繪畫美學的能力 課程學員表示 在課程中除了學會殘繞化的創作之外 作品帶回家也讓家人佔不絕口 從一開始的不支持 也轉為開始鼓勵自己過來上課 殘繞課我本身也是畫畫不會 老師這樣一筆一筆畫 交著我的作品 我把作品帶回去 我的先生說 是你自己畫的嗎 他不敢相信 後來我就說 你看我們的打草稿 草稿和作品都一樣的 他一看真的很厲害 你真有這個殘忍 有這個才華 後來感謝我們兩位老師 那個淑芬和李妮老師 他很用心的 教我們用耐心的 每個作品他都會來 就是說會來看我們都 那個作品就是 本身就是 像今天我們的萬聖節 美國的萬聖節那個畫藍瓜嘛 主題 他就幫我們 就一筆一筆的教我們這樣子 我本來是從來不拿筆不會畫的 經過這兩個老師教了以後 一筆一畫教出來 我們畫出來 在畫的時候都不覺得喔 你等畫完了 走完射以後 看了都愛不釋手 瘦德里C級巷弄長照站課程多元 週一至週五 從上午到下午 都有各式課程供長輩參加 本次殘繞畫更是長輩們的熱門選擇 記得蘇建銘新貝採訪報導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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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